我说中学跟大学有很大的差别 我打了个比方 我说这两个差别就像 关于清华的故事 我要从这里说起 这里是清华最古老的建筑 清华学堂 我脚下走过的是百年的风华 1911年清华在这里开学 以留美玉被学堂之身 怀增进国立之院 而今天 清华依然在这里 踏上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之路 这儿是我的清华 一如校歌所唱 力得力言 无问西东 清华格外重视中外学术交流 许多流方人类历史的大师巨博 都曾在清华留下过声音 东西文化 汇催一堂 在这里 你既能聆听国学小史 也能领会西文科学 过去 文史自然 新旧和也 军事成绩飞然 现在 理工教辉 人文日新 求是与创新 融合在清华生活日常里 这时的理论基础学习之余 我由老师们引领着 买手在实践的学徒上 多远而包容的文化 春风话语般进入了清华园 孕育了深深清华人 他们曾经这样定义自己的清华时光 他的故事也许曾刻录了朗朗诗诵 我听见了红杏枝头吹一闹 还是像婷婷的舞女的群 他的故事也许曾定格了挥汉如雨 我该用冻如吐吐更形象 还是熊子音发更潇洒 他的故事也许曾留存了单亲掠物 我要选笔下生花 还是明天绕梁 生斗丰富的故事 也许会随着时间奔波 但清华精神不会老去 自强不息获夺再物 这是我的清华人 1914年 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同方部 以君子为题发表演讲 隐周易周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帝时昆 君子已厚得再物 此后历代清华人将孝训明刻于心 身自砥砺 汇别历史是今天的清华 当然也可以是你的清华 你的清华有你定义 同人已是泱泱大风 清华始终被热爱学术的你奉献最好的氛围与环境 诗生之间反论学士 谈笑往来 不屈于俗 在这个园子里 学习不再局限在课堂 在更广阔的时空中 莫克明师让你随时随地 终端在手 想学就学 世界这么大 你想去看看 在清华你可以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同龄人分享知识 你也可以从清华扬帆起航 目标是五福汪洋 到2020年 每一届本科学生中将有超过50%的同学 在学校的支持下 风风火火闯世界 足迹年轻 笔记潇洒 世界地图上新罗起 如果你热爱创新 实质创业 清华也为你准备了顶尖的导师 快学科的课程 丰富的资源 以及宽阔 而又自由的空间 狗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 不断挑战思维极限的你 想必更渴望的 是用一群伙伴燃衣促心火 至同道合 日积轨步 终至千里 这里有舞台教育你 去实现关于大学生活的所有想象 有你定义的清华生活 或在读书会品味经典 或在艺术团古色名争 或在运动场挥洒青春 又或者欢聚在学生节之夜 定格在清华的美好一刻 哦对了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把这里当作舞蹈口体校 早在普遍牵视体育锻炼的民国时期 清华就开始在每日下午 强制同学们参与体育锻炼 这一特色可谓是历史悠久 传承至今 傍晚的操场 人头蚕动 三五成群 这里风景独好 如果你自有妙手著文章 也愿能铁肩肝道义 不妨加入我们 把好好学习 天天锻炼 记上你的日程表吧 百年之路一如既往 水木清华 众秀中 时光正美 青春正好 爱清华 真期待一个最特别的你 去定义最个性的大学生活 在清华 行你所行 爱你所爱 有清华 你的梦想 全力支持 爱清华自定义 你的清华 你定义 是 快走 你实在义 快走 你实在义 不用 Podcast 你实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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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的看 你实在义 你到底痊 我看你 你不愿意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